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佛利维亚总统胡安·埃沃·莫拉莱斯·艾玛对我们国进行博士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明里炮21系 军乐团奏播中两国博歌 军乐团奏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军乐团奏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莫拉莱斯在习近平陪同下 莫拉莱斯是应习近平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同莫拉莱斯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建立中波战略伙伴关系 推动中波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实现更大发展 习近平指出 中波建交33年来 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方赞赏波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深化中拉关系 我们愿同波方一道 以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重要契机 不断深化各领域交流和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开辟新前景 莫拉莱斯表示 玻利维亚人民对中国身怀好感 钦佩高度评价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支持和帮助玻利维亚经济社会发展 习近平指出 中拉合作的实质是难难合作 体现为相互帮助 相互支持 优势互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多民族波利维亚国 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共同见证了 共建一带一路等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